不管是政府部长还是国会议员 很常需要到处开会 出席大大小小的活动 回选区服务等等 所以议员们的作息 真的不是一般人的忙碌 要是没有照顾好健康的话 身体很快会出事 不久前高院国会议员曼淑 才在国会辩论时晕倒 而今天又有另一名副部长 也在议会厅问答环节的时候 身体不舒服 晕了过去 房地部副部长拉惹巴林 突然停止回答问题 眼神慌张 原来坐在他前排的 副通讯部长爱丁沙兹里 晕倒了 事发突然 副议长莫哈莫拉西 马上宣布休会 并指示医护人员进入会议厅 随后副部长坐上轮椅 送往国会诊所紧急治疗 而当时他也已经苏醒 而事发当时 第一时间在旁协助爱丁沙兹里的 火箭国会议员余利文 刚好也是一名医生 他表示爱丁沙兹里 有可能是因为心脏问题 才会晕倒 在国会诊所进行了 大约半小时的治疗之后 爱丁沙兹里再被移到单架上 送往国家心脏中心 做进一步的治疗和检查 我派到小时的治疗之后 zweite探查 我的心肺炎 earlier 你家有什么依然 恢复後 不要紧 想办法 一样 非常好